随着边境松绑境外移入不断增加 从原先的八九十例上升到一百二十例以上 光是五天就破五百例入境阳性率高 指挥官陈时中坦言完完全全零确诊是不可能的 但会尽量清零 他也强调绝对不想步入香港疫情后尘 对此新光医院副院长洪子仁建议 想避免香港悲剧在台上演 中央应该优先盘点国内的收治量能 眼底三段四级病患分流方式 才能在防疫政策松绑同时 避免医疗量能崩溃 三段四级分为无症状在家休养 轻症中诊到集中检疫所隔离 重症才需要到医院治疗 医师黄立民认为要逐步解封 还必须考虑两大条件 第一是长者的第三剂疫苗覆盖率 第二是治疗药物是否准备充足 药物跟疫苗 就是我刚刚有讲 特别是疫苗了 是一回事啦 可是别的很多东西要同时配套 丁近的香港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台湾解封之路 下一步该怎么走都要小心应对 记者领委陈嘉伦台北采访不到 吃面 喜欢吃水饺 总觉得少一味的 来 这一罐是什么 海黄XO干贝酱 直接来这个QR Code 快点购QR Code来帮我扫一下 快点购QR Code里面有很多中天严选的商品 喜欢的好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咯